相信这样的画面您可能相当的熟悉 走在街上的时候也许您曾经注意到一个现象 不论是大人或小孩经常人手一杯饮料 而根据调查国人饮料摄取量 的确比起十年前成长了两倍之多 董事基金会也调查市面上的饮料 结果发现市售包装饮料以及手摇饮料的含糖量普遍偏高 也就是说如果喝下了一杯700cc的饮料 等于是吃下了28颗方糖相当于4碗白饭的热量 新陈代谢科医师也提醒摄取过多的糖分 不但增加罹患新陈代谢症候群胰脏癌的几率 而且还会影响儿童成长发育 为了健康多喝白开水 而且也可以减少瓶瓶罐罐的产生 也是爱护地球的一种表现 如果说到爱护地球 这个数字恐怕会让大家吓一跳 根据环保署的统计 台湾采用铝箔包材质制成的饮料 一年回收量大约有1.6万公顿 换算下来超过8亿个铝箔包的饮料 在市面上流通 铝箔包他强调的就是要长久保存 内容物也不易变质 制作的过程就是把纸板加上铝箔 再加上俗称PE膜的聚乙烯 聚合粘锁而成 而使用完的铝箔包 尽管可以回收再利用 却又是把原本聚合在一起的材质 经过工业处理分离开 从生产端到回收端 就可以发现铝箔包是双重的资源浪费 商店架上各种饮料的品项琳琅满目 铝箔包是常见的饮料材质之一 这种强调可以长久保存 内容物不易变质的包装 制作的过程却是得用好几层的材质组合而成 而这其中占的最大部分的纸板最为耗能 他们在购买这些铝箔纸卷 在生产这些铝箔纸卷的过程中 他们就排放了非常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根据研究指出 一个铝箔包 一个300毫升的铝箔包 就小包装的铝箔包 他们碳排放量大概是24克左右 根据环保署统计 台湾铝箔包一年的回收量 大约是1.6万公顿 换算下来 远远有超过8亿个铝箔包被使用 尽管铝箔包可以回收再利用 但光是要把原本聚合的材质 再分离出来 可又是再一次的能源损耗 所以像铝箔包的话 目前他们只能用 所谓一个降值回收的方式 回收过程 它都是另外一种工业制造程序 所以所谓只将回收过程中 它也有很多属于的 漂白上面的程序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水污染的疑虑 因为便利 铝箔包的使用相当广泛 但从生产端走到回收端 这个便利却是牺牲了 环境资源所换来 如果人人减少铝箔饮料的饮用 地球资源的损耗也才能减缓 带新闻进入李明华台北报导 很多东西 宣传